9月27日 散户在鸿海中正常发挥的解套马上卖 作者,A大 今天台股下跌36点 成交量4231亿 指数收在22822点 外资群大买246亿 三大法人合计大买295亿 今天台积电下跌15元 之前我说过 FED宣布降息两码 外资群大局的回补台股 台积电身为第一大全职股 占台股权重三成多 所以会冲最快也是很正常的 台积电股本大 市值高 体质好 能容纳的资金大 所以外资群回头买台股的首选 就会是台积电 后面才开始涨其他大型全职股 如鸿海 广达 联发科等 但台积电还是上涨的比较多 其他的大型全职股还没有跟上 这时就会产生利差 也就是外资群近11个交易日 买超台股1700亿 这会让台股大部分的全职股上涨 这一波台股上涨 是因为外资群短期冠进来大量的资金 所以如果产生太大的利差 也就是台积电涨比较快 鸿海 广达 联发科涨比较慢 那很有可能就会有投资人卖掉台积电去买鸿海 广达 联发科赚差价 当鸿海 广达 联发科也上涨后 资金就会开始转往其他的大型全职股 例如塑化 钢铁 水泥 最近中国要求经济 塑化 钢铁 水泥又和中国经济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塑化 钢铁 水泥今天跟着中国就经济的题材大涨 台积电反而就是下跌 鸿海及广达因为上涨的幅度还输大盘及台积电 所以今天还是持续的小幅度落后不涨 今天外资群买超246亿元 买超前五名市 第一名的群创 买了47,086张 第二名中钢 买了45,521张 第三名中信中国高股席 买了299,910张 第四名元大台湾价值高席 买了27,887张 第五名中信化 买了221,55张 大家应该有发觉 外资群今天买超的第一名群创 第二名中钢 第五名的中信化 这占大型全值连1%都不到 买超第三名的是中信中国高股席 这些资金也不会拿来买台股 第四名的是元大高股席 所以才会出现外资群大买 指数下跌的现象 今天台股很多资金是涨在塑化 钢铁 水泥 很多散户在这些个股已经被套牢了太久了 所以外资群今天大买 很多散户就是选择卖出 今天外资群买超中钢45,522张 买超台泥13,567张 买超台肃11,327张 外资群之所以敢买塑化 钢铁 水泥的道理很好动 因为这些个股的基齐很低 重点是中国说要就经济 这些传产股和中国市场相关非常的大 现在外资群买了塑化 钢铁 水泥等个股 也没有人敢在短时间内说中国一定救不起来经济 所以外资群可以趁着这些产业机器低时大买一些持股回来 如果大家有仔细看我之前追踪外资群筹码就会知道 那时我说外资群卖出了波段买超的一半台积电 九成鸿海 如果外资群硬要把台积电卖掉 还能再卖个2000到3000亿的水准 之所以外资群买了5000到6000亿 加上获利2000到3000亿 还能有3000亿的台积电 主要的原因就是外资群卖超了很多的传产 包括塑化 钢铁及水泥 当初外资群觉得这网传产股短时间看不到希望 哪有台积电 AI概念股这样成长得这么明显 而且外资群就算卖掉手上的塑化 钢铁及水泥 短时间内这些产业也看不到希望 这一次中国要求经济 外资群就必须要回补之前卖出的塑化 钢铁及水泥 因为这些产业外资群是卖在相对的低点 卖了后外资群也吃准短时间这些产业没什么救 但中国说要救经济 这些产业就开始看见转机 我要强调是看到转机 而不是铁定能赚钱 对外资群来说 他们也不确定中国救经济是否救得起来 但至少中国在救经济时 这些产业营收及获利渴望会改善 大家听清楚 是渴望会改善 之前我说塑化 钢铁及水泥产业结构只要没变化 那短期这些产业不会有什么转机的机会 现在中国是动用国家之力想要去救经济 所以很有可能产业会出现变动 光有可能这三个字 外资群就必须要回补手上一些持股了 毕竟这些产业算是景气循环股 外资群卖超的价格也是在相对低点 现在出现有望产业结构改变 外资群会回头买就是在自然不过的事了 但大家会发觉一件有趣的事 外资群今天可以买一大堆塑化 钢铁及水泥 很多散户已经在这些产业套牢很久了 而且一直向下摊平 重点是越贪越贫 最近他们看到传产大涨 他们不会去思考为什么外资群要回头大买 他们就是直觉的套牢能抱永远 向下能一直摊平 结果反弹就立刻卖 对外资群来说 接下来就是观察中国救经济情况 最近会去回补这些传产股的几率很大 之前钢铁及水泥业也是因为中国房价泡沫 所以在中国一直不赚钱 只能靠台湾及欧洲市场称 现在中国要救经济 这个行动只要成功 钢铁及水泥业就有可能在中国再呈现小幅度获利 情况如果更好一些就会恢复之前的获利情况 反正中国就是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对外资群来说 他们必须要回补 这是因为他们不预设立场塑化 钢铁及水泥会不会受惠中国救经济 只要中国有行动 那塑化 钢铁及水泥就会有希望 外资群一开始能先回补一些持股 未来再去观察中国救经济的后续 再去决定是不是要再回补持股 一开始外资群一定就是要先买回一些基本的股票回来 今天三大法人买超鸿海17359张 之前我说过 鸿海中还有一些执迷不误且名玩不灵的外资或主力 他们不断卖出了鸿海后 赚了不少的钱 但就是坏心眼的反手在借却卖出鸿海5万张 在之前炒经济衰退行情时 这些外资及主力就每天在里面灌杀及压制 在三大法人都没有明显要大买的情况下 几个偏空的外资及主力确实是能把鸿海股价压制住 但从Fed宣布降息两码 并说经济没有立即衰退的疑虑后 外资群开始大量的回补持股 之前外资群波段卖出台股8155亿 卖超鸿海42万张 投信及自营商也卖出20万张 现在外资群要回补台股 鸿海中剩下少数的偏空外资及主力怎么可能挡得住 大家看投信及自营商从Fed宣降息两码后 就是每天买 他们也不会在那玩花样 他们也是知道现在买都来不及了 怎么可能傻到买进及卖出的玩花样 但里面偏空的外资及主力他们可能是看不懂大趋势 还在里面做无谓的抵抗 前几天我就说过 这些偏空主力及外资是稳输的 这没有什么好说的 近11个交易日下来 外资群也才买回1700亿 距离8155亿还有6000多亿 偏空的外资及主力了不起拿个几千 一两万 几万张出来压制及灌杀就偷笑了 近6个交易日下来 投信及自营商合计买超红海27481张 外资群买超47568张 这样加起来就75048张 大家要了解一件事 这是加上偏空外资及主力卖出反抗的买超数量 也许回头买的外资 投信及自营商是买超了10万张 因为有一些偏空的外资及主力抵抗 所以总和才是买超75048张 接下来外资群 投信及自营商铁定是会再继续买的 这一点没有什么好说的 当偏空的外资及主力手上筹码被吃光后 还有一些解套马上卖的散户卖完后 未来鸿海股价就会很容易喷出大涨 这一次中国就经济 严格来说对鸿海也是有好处 第一鸿海在中国上市的公司股价这几天暴涨 第二是鸿海卖的是消费性产品 中国也是有13亿人口 如果中国经济好一点点 那鸿海能卖出的消费性产品也会更多一些 大家按赞并留言 在全部降息粮码 外资群资金重回台股布局 中国就经济驻微 台股资金行情持续发酵 文章主题内容如下 一散户在鸿海中正常发挥的解套马上卖 二央行打房后万间降价无倾潮而出 三中国人民银行就股市三猛要 今天外资群买超台股246.9亿 投信买超台股3.55亿 自营商买超台股45.19亿 三大法人合计买超台股295.64亿 外资群期货空单减少844口 期货留仓空单36237口 三大法人期货留仓为空单12361口 今天台股成交4242.84亿 下跌36.02点 跌幅0.16% 收在22822.79点 电子下跌8.63点 跌幅0.7% 收在1222.32点 金融下跌16.7点 跌幅0.79% 收在2094.35点 Fed降息两码后 外资群连续大买7个交易日 合计买超了1536亿 近11个交易日买超了1750亿 我在Fed降息第一天就和大家说 外资群能玩的花样不多 因为外资群是一群不是一个 三大法人是几十个 甚至是上百个券商及投资机构 所以他们知道Fed降息两码后 他们一定会积极的回补持股 因为之前他们买光了波段买的持股8155亿 所以现在他们就是先求买到核心持股 所以不会在那和大家玩花样 之前会买个几百亿 卖一百亿 两百亿 然后再买几百亿 现在属于刚开始阶段 三大法人根本不敢和你玩花样 今天台股下跌36点 那是因为台积电极大盘涨得比较快 剩下的大型圈子股还没有反应涨幅 所以台积电极大盘休息整理一下 涨比较慢的大型圈子股就趁机会反应 今天主要是上涨传产股 受到中国要救经济 所以塑化 钢铁及水泥等于有一个极大的题材 之前我说过 塑化 钢铁及水泥是中国经济及产业结构问题 只要问题不解决 这些传产股下跌不会有底的 最近中国说要救经济 等于就是把这个产业逆转过来 严格来说是有机会逆转过来 毕竟中国是集权国家 习近平说要救经济 中国各省官员一定是会积极响应 这个题材至少就是有几个月 半年 甚至是一年 就算中国经济真的救不起来 也要几个月 半年 一年后才会知道 所以现在进去买塑化 钢铁及水泥的投资者 他们短时间是不会害怕的 因为有政府当靠山 等于就是一个逆转产业的题材 这也是为什么今天塑化 钢铁及水泥涨这么凶的原因 其实另一个原因是因为 肺降息两码 资金一直涌进来台股 外资群也不可能一直去追台积电 之前我就说过了 台积电占台股三成多 而且股本大 市值高 外资群及法人一开始一定是先追台积电 后面台积电涨太多级太快了 自然就是去买一些机器比较低的塑化 钢铁及水泥 如果大家要听更直白的原因 那就是股价是资金堆出来的 外资群短短11个交易 贯进台股1750亿 股价不涨才奇怪吧 之前我就和大家说过 散户很喜欢在外资群波段 卖了5000亿 6000亿 7000亿 8000亿时看自己的未实现损益 然后常常在那眼内心系 我那时说你就算真的很想卖 受不了了 不想在股市中投资了 你也要等外资群波段买了5000亿后再卖 那时是相对高点 一般外资群买了三分之二后 就会开始拿剩下的三分之一买来卖去 慢慢的把指数向上拉高 最终散户都很疯狂时 外资群不论怎么卖 指数还是一样会上涨 这就是一般散户有的坏毛病 当初指数在24416.10 大部分的散户都是想要买 不会想要卖 指数到2001.10 大部分散户想要卖 而不是买 现在股降息 外资群拼命买 散户则是解套马上卖 红海主力筹码分析 今天买超第一名的是美龄 买了4970张 第二名的是瑞银 买了3685张 第三名的是港商野村 买了1714张 第四名的是凯基台北 买了1687张 第五名是永风金 买了1647张 今日卖超 第一名的上海汇丰 卖了1757张 第二名的是花旗环球 卖了1056张 第三名的是原富世茂 卖了838张 第四名是凯基中港 卖了819张 第五名的是国泰敦南 卖了687张 今天买第一名 及第二名的是把红海打下来后 还一直卖的瑞银及美龄 前几天我就和大家说 在费降息两码 资金狂潮冠进台股情况下 这些偏空外资群下场铁定 是会很惨的 这些外资群到后期 虽然喜欢用不同券商进出 但前一阵子三大法人 已经卖的差不多了 当冲部分很有可能 就是同一个主力或外资进出的 今天红海股价最高涨到194元 这就来到26万个 新红海股东的平均成本 所以会遇到压力也是很正常的 美龄及瑞银稍微演个戏 是可以在190到194元 止损一些部位 这时会有人说 为什么是止损呢 因为瑞银及美龄就白目 卖光了手上持股后 还在那买来卖去 不然就是在那偏空操作 看到Fed降息两码 他们做的第一件是不是立刻 马上大量回补持股 而是还在那演戏 一般散户就是能套劳报永远 解套马上卖 瑞银及美龄之前偏空 是在170到180元 一直打压红海 在Fed降息两码 并说经济没有立即衰退一律时 红海中偏空外资群 及主力就注定闻死的 只是说能在哪买比较多股票回来 之前我也很好心的和大家说 铁定就是在散户平均成本的 190到194元 能买回不少的股票 因为散户就是喜欢解套马上卖 我们就看Fed降息两码的前一天到今天 美龄买32,637张 卖30,993张 合计买超1645张 几乎已经完成了3万多张的一买及一卖了 合计赔了1.49亿 直接就是赔到怀疑人生了 之前红海在向上涨时 美龄就是一直向上偏多操作 每一个波段都能赚几亿 后面三大法人把红海都卖得差不多后 美龄又回头在那偏空操作 结果也才8个交易日就赔了1.49亿 瑞银买4405张 卖47369张 合计卖超3364张 损失5895万 大摩也赔了5949万 高盛赔了5299万 港麦格力赔了3377万 富邦赔了5504万 富邦也是完成了一买及一卖的交易 国泰综合赔了3867万 大家看到这些外资群及主力赔钱后 大概就能知道做人不能太坏心眼 明明这些外资群及主力有在红海赚了一个波段 结果卖了后还想要踹一脚 他们想要踹一脚也是可以被理解的 因为他们高卖后想要低买 偏空操作就是可以让里面的散户自我心里面崩溃 之前有人叫我不要一直呛外资群及主力 说他们会因为这样和我们对坐 我只能和大家说 我的频道有几万个人看 外资群及主力短线就是想要赚到短线操作课的钱 如果你参考我的建议 也就是当价值投资的投资者 基本上外资群及主力怎么演戏 那都和你没有关系 我平常把外资群及主力的手法说出来 就是要让一些好傻好天真的散户醒悟 这样他们就不会觉得自己在玩数字游戏 他们以前一直以为是流动 红海 郭董害他们赔钱的 其实短线他们的对手就是里面这些外资群及主力 他们买了会拉台及护盘 买了会压制及灌杀 就算情势已经很明朗了 他们还是能在那演戏的把散户手上的股票骗出来 昨天外资群稍微的演了一下戏 算是影帝等级的 明明近7个交易日下来外资群买超了台股1536亿 昨天也买超了台股212亿 结果昨天还能卖出3365张 昨天自营商及投信就比较老实一点了 就是想买就一直买 这也是我和大家说的 费降息两码后 因为三大法人波段把台股手上的股票都卖光了 三大法人都想要买的情况下 只要有一方在那演戏 自然就是爽到其他两大法人 昨天是外资群想要玩个花样 结果投信依旧是买超1495张 自营商买超725张 外资群眼见投信及自营商不惯着自己 今天一早就跪下来买了12975张 外资群都是选在早盘大买 故意让散户有卖的机会 外资群知道股价来到194元 散户一定就是解套马上卖 所以拉上来后就不买了 故意的买来卖去 以赋红还又要跌回平盘 一般的散户以为红海要回党了 就傻乎乎的把手上股票卖掉了 盘后看三大法人进出 结果三大法人今天又买走了17359张 重点是今天红海才涨1.5元 下星期三大法人还能再玩一次这样的把戏 争取在194元内能买多少就买多少 事实上194元过后 接下来就是200元的心理关卡 散户除了解套马上卖外 还有小赚也会马上卖 尤其是涨到200元的关卡时 散户也会卖 当三大法人把散户的筹码埋奏 等于就是把一些犹豫者的股票埋奏 我之前说过 你不用和我说自己多有信心 要和红海添长的酒 一起晚上树星星 看月亮 牵手看百年AI大行情 正所谓散户的嘴 骗人的鬼 重要的不是散户说什么 而是散户怎么做 当红海股价波动下去 会卖的散户就是最近盘中 红海涨上去又跌下来的原因 三大法人也不会选择现在抢攻 毕竟三大法人也才买回75,048张 距离卖出的57万张 现在也才买回零头的7万张 后面想要买的话 还有50万张要买 三大法人一开始一定会先布局核心持股 后面买了五成 六成后才会开始向上拉抬股价 之前三大法人在100元开始向上拉抬 红海股价涨到234.5元 最终才能卖在194元 大家就自己想一下 这一波如果三大法人要再玩一个波段 红海至少要涨到哪 这样三大法人才能顺利卖掉赚到钱 当你思考一遍后 就不会傻乎乎的一直想在190到194元卖 新闻说 红海iPhone印度制造升级 供应链人士透露 红海旗下富士康正在评估约薪台币320亿元 在印度南部泰米尔纳德邦设立智慧手机面板模组组装工厂 主要针对苹果iPhone产品相关业务 若消息成真 将是红海在印度当地组装iPhone之后 第一次朝向iPhone上游零组件发展 意味红海印度iPhone制造量能大跃进 扩大建立当地iPhone生态制造系统 红海今年首度在印度生产iPhone16 Pro 与iPhone16 Pro Max等高阶机种 去年苹果发表iPhone15系列时 即首度在印度组装当时最新的iPhone15 但当时只有iPhone15与iPhone15 Plus等入门机种在印度生产 今年则是历来第一次苹果年度高阶款新机上市 及印度组装 凸显苹果愈来愈重视印度智慧手机市场 因此 红海也持续往手机上游零组件布局 印度成为旗下第二大iPhone制造基地 往上游零组件发展时必然趋势 根据印度经济时报报导 红海相关布局计划 将是台湾代工大厂在印度设立显示器面板模组首例 尽管尚未有具体的时程表 但消息称 红海期盼尽快设厂运作 报导指出 红海的布局模式将带动其他代工制造商 包括核硕 塔塔电子等都可使用红海产出的零组件 而不是从中国大陆进口组装好的模组 一名知情人士表示 红海已经在ESR Oregonum工业与物流园区 选定一座面积约50万平方英尺的现成厂房 待园区就邻近他们在亲耐的智慧手机组装厂 新闻说 炒房共犯结构两大现象 张建一 总裁杨金龙满级的 中央银行19日理监事会决议寄出新房市管制措施 目标抽炒房族 投资客银根 而参与开会决议的央行理事 台经院院长张建一昨天在台经院记者会上对媒体表示 会议实况是央行提供多项房市资料及数据 大家看了直摇头 发现土建荣寿性过度集中在一 二家建商 且建商 投机客有点像是集体炒房 央行不得不重视 总裁杨金龙满级的 问题一非自助比重很高 张建一指出 房价不是不能涨 国家经济好的时候 不动产自然会上涨 但从各项房市资料 数据来看 当天理事真的是看了直摇头 除了先前提过的不动产放款集中度 房贷余额过高 信用资源过度倾斜不动产 央行从联征中心 各银行的放款受信交叉比对后 发现很多购物族非自助比重很高 问题二土建荣受信过度集中一两家建商 张建一说 央行调查资料发现 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土建荣受信过度集中 在少数一两家建商 如果国际突然飞来黑天鹅 房价下挫 这一两家建商没办法如其交污 那就变成中国所谓的烂尾楼 影响银行受信金额 产生呆账 后续会很严重 张建一对媒体表示 部分资料显示 现在情况有点像是建商 投资客 投机客集体炒房 当天会议感觉到总裁杨金龙满级的 张建一说 央行看到一件事 以1000亿的资金而言 有400亿在不动产部门 这对银行业的风险过大 可能影响到金融稳定 另外 在新清安上路之前 炒房已走一大波了 导致影响到真正有刚性需求的自住客 张建一说 央行关注的是金融体系的风险 但任何政策不可能面面俱到 至于可能有滥杀无辜的情况 若有必要时 央行会进行调整 另外 针对央行提到今年8月底全体银行不动产贷款占总放款比率 不动产贷款集中度 为37.5% 接近2009年10月底37.9%历史高点 但当前银行信用资源向不动产相关部门倾斜情势严峻 张建一也对媒体说 现在情况比金融海啸时期更严重 是因为当年景气很差 企业不愿意借钱 分母变小 使得数值往上升 现在是分子大幅提高 A大回答 价格是资金堆出来的 当央行和市场说银行的总放贷水位已经到达了高峰 这等于就是变相的和市场说能让价格上涨的资金用光了 这时还会有人在那好傻好天真的觉得房价只会上涨及不会下跌 我也是不知道这些人是怎么想的 我说过 想要让炒房客及投资客不要去钻房式的漏洞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让房价不会上涨 只要每年下跌个3到5% 我保证不会有任何人想要去钻房式政策的漏洞 会进去买的就只有刚性需求的自住客 不然很多投资客及炒房客会去钻漏洞使用新清安 看准了利率低 而且有5年的宽限期 目的就是用少少的利息 5年后就能把房子卖出去在房市中大赚异比 只要房价每年下跌个3到5% 持有5年就是会跌15到25% 你看哪一个人会去钻漏洞使用新清安炒房 现在房市还是有一堆人在那觉得房价不会下跌 当越多人觉得房价不会下跌 硬要进去买 那央行就会寄出更严格的政策出来打房 其实另外一方面是银行真的也没有钱能带给买房的客户了 所以与其说是打炒房 事实上是银行能放贷的资金用光了 当提供资金的银行没钱了 价格本来就不可能再无止境地推上去 很多炒房客到全身买一些很鸟的房子 然后以为会有傻包会去接受 其实你就是那个傻包 不要以为台湾还有很多傻包要买房子 这一波买完后 大概会有很长一段时间刚性需求会消失 很多本来不想炒房的 结果被这一波新清安及房价一直上涨而引诱进去炒房 他们的资金水位根本不足以支付未来几十年的本金及利息 他们单纯就是觉得房价会一直上涨 他们也是想要炒房发大财而已 对央行及银行来说 房地产是一个很好的放款管道 放贷金额够大 可以消化存户的资金 不然银行收了一大堆存户的钱 一年要付1.62%的定存利率 如果放贷不出去 那银行就会亏损 所以央行也不会希望房地产像中国这样泡沫 最近因为新清安效应 让很多买不起房子的人都跑去买房 手上就几十万 一两百万的都敢去买房 我也是不懂他们拿来的勇气 是觉得自己工作到65岁不够 一定要背个30年到40年的房贷才会爽吗 之前很多中国人觉得房价只会上涨 不会下跌 明明钱不够还硬去买房 结果经济衰退个几年 自己失业 伴侣也失业 股市又崩跌 房价也腰斩 当初手上钱不够 就一直妄想仅付利率及投其款的方式 就要进去炒房 后面经济一反转 股价崩跌 房市腰斩 这些买房小白就要开启自己的负债人生了 很多人在那炒宽限期不见了好惨 我就一句话 连宽限期消失都承受不了的人 我是不懂你哪来的勇气买房 常常看到一些狗腿子的立委及议员 明明就是建商好朋友 一直在那说达到无辜的人 我也是不懂换无足连宽限期取消都承担不起的人 你是凭什么要换房子 很多在买卖房地产的人 他们多多少少是能靠房地产赚到不少的钱 就是因为房价一直涨才会有这种在那装神弄鬼的人 只要接下来五年房价每年下跌各三到百分之五 我敢保证 绝对不会有人说自己好可怜 自己好无辜被打到 他们忽然就会说 我没有要买房及换屋了 大家可以注意新闻 现在哪些立委及议员一直在那向央行施压的 那些就是建商 炒房客 投资客的狗腿子 未来不要再让这些人当选立委及议员了 不然台湾的房价就会被炒到不可思议的地步 新闻说 卖压来了 1.1万降价屋清潮而出 这二都量增五成以上 房市接连在现代第七波信用管制后 导致买房资金动能紧缩 多屋族资金压力增加 促使房价有松动迹象 根据乐屋网观察 8.9月的降价屋明显增加 目前全国代售屋至少有11,186件降价 又已高雄 新北单月于2000件最多 量增五成以上 根据乐屋网统计 2024下半年降价代售物件状况 自6月起全国就有9052件降价屋 7月已有9920件 到了8月已突破万件来到12005件 至9月24日统计截止前 共有11,186件下修开价的物件 增幅达到23.57% 以七大多汇区来看 6月原本以台中市有1744件降价屋最多 高雄市1659件居次 但7月开始改以高雄市1931件最多 新北市1780件居次 不过台中仍有1689件降价屋 卖压仍然不小 到了8 9月降价物件快速增加 高雄市8月降价屋高达2648件 9月仍有2536件居官 台中市8月达2226件居次 但到9月稍有区化降到1959件 反倒是新北市8月已有2117件降价屋 但9月又增加至2214件居次 屋主及等买方的态度越趋明显 热乌网发言人洪安宜指出 从今年7月起 房市风向急剧降温 就连当月降价的代售物件 也从6月起明显增加 南台湾市以资金炒作过热的高雄市首当其冲 北台湾则是新北市量增最明显 新北市是6度交易中量体最大 跌也跌得最凶猛 洪安宜说 央行这波选择性信用管制 主要打击的就是多屋族 对于部分卖压比较大的新兴重化区 的确有可能出现一些零星的案件 有溢价空间 但只是少数 洪安宜进一步解释 从房地和1.0到 平均地权条例 修法 对于长期进出房市经验有道的投资客们来说 早已懂得放长线钓大鱼的道理 也知道要保有资金弹性 多方获取资金管道 不至于有断头潮的状况 反倒是一些趁着去年新清安热潮 想进入市场投资的买方 算是出师不利 才刚踏入市场就踢到铁板 在Fan宣布降息两码后 并说经济没有立即衰退的疑虑 台湾的央行没有跟进降息 反而是深准不降息 还有寄出打炒房政策 依据Fed的长期利率点证图来说 长期的利率目标是2.875% 9月降息两码利率来到4.75%到5% 第四季降息两码利率会来到4.25%到4.5% 目前20年公债值利率4.18% 等于是反映第四季降息的情况 因为台湾央行要打炒房 所以Fed第四季降息两码 台湾铁定不会跟进的 所以美元利率下降 台币利率维持不变 这样台币会升值的几率就很大 之前我就和大家说过了 目前20年公债利率已经反映第四季降息的情况了 目前持有美债ETF 你会面临台币升值 美债ETF净值降低的情况 白话文就是 你用32元买了1美元的美债 当台币升到30元 你把1美元的美债卖了 你就会赔2元的会差 因为美债ETF是可以随时买卖的 所以台币汇率只要一变化 马上就会反映到净值与股价 以今天来说 台币升值了0.49% 就算昨天美国公债价格上涨 只要没有涨超过台币升值的幅度 那美债ETF就会下跌 外资群波段卖了台股8155亿 最近发狂大买了11个交易日 买回了1700亿 如果真的动真格买 至少还能买个6000亿 外资群会这么多资金进台股 台币当然就会升值 所以美债值利率就算一直不要动 也就是维持在4.2% 台湾发行的美债ETF 也会随着台币升值而下跌 如果台币升值2元 那美债ETF就要下跌6.25% 大家要记得一件事 债券价格也是资金堆出来的 外资群 投资机构目前拿了一大堆的钱买股票 自然就是会从债市抽走资金 所以债券价格容易回到目前利率的4.75%到5%之间 所以持有美债ETF的人 很有可能会错失这一波段的资金行情 还有因为资金行情造成的台币升值 让你手上的美债ETF一直出现缓跌 不过风险最多就是持有到明年下半年就没风险了 一些散户一直幻想国泰20年美债能涨到50元 会这样想的人就是完全不懂债券 长期的利率目标是2.875% 而不是0% 所以长期能涨到35元你就偷笑了 不要说什么涨到50元这种蠢话 债券本来就是保本的金融商品 只是前一阵子被一些半吊子推广成很热门的商品 那些人连债券这种简单的东西都能胡说八道 我真的也是服了他们 新闻说 人行就是三猛要 人民币兆元活水释出 1.降准 2.降存量房贷利率 3.首创新工具停股市 为避免经济持续陷入低增涨泥兆 中国人民银行 大陆央行 终于出手就是 政策直指人际直落的房地产市场 人行24日公布多项就是措施 亦从三方面力挽狂澜 包括全面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率两码 0.5个百分点 估算释出长期流动性约人民币 夏同 以兆元 以及调降政策利率 降低存量房贷利率 创设新政策工具停股市 大陆房市至今跌跌不休 根据官方数据 8月份70个大中城市房价指数年减5.3% 续创于9年最大跌幅 且进入传统经久营时 销售旺季 仍未稍见起色 9月上半月新房 二手房成交继续走弱 一线城市回落最明显 北京 深圳更较8月近乎腰斩 经济学人稍早一指出 大陆以薪质生产力提振经济 寄望以举国体制加速发展先进制造业 但忽略民间消费的真正需求 目前大陆消费支出只占GDP的37% 低于全球标准 近日多位大陆重要智库学者 与经济学家先后呼吁宽松措施 已早不宜迟 在人行行长潘宫胜 大陆国家经管总局局长李云泽 及政监会主席吴卿昨日 共同举行的记者会上 人行行长潘宫胜宣布多项利多 包括降准两码 年内还将择机降准一到两码 将政策利率代表的七天逆回购 负卖回 操作利率从1.7%降为1.5% 引导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和存款利率同步下掉 此外 降低存量房贷利率 和统一房贷最低头期款比例 预计平均降幅在0.5个百分点左右 预计可汇集5000万户家庭 1.5亿人口 平均每年减少家庭利息支出约1500亿元 股市方面 人行创设股票回购增值在贷款 首期规模3000亿元 以及证券基金保险公司 互换便利首期规模5000亿元 后续都渴望追加 人行就市措施激励24日陆港股会狂欢 互指收涨4.15%报2863.13点 创四年多来最大单日涨幅 恒生指数收涨4.13% 占上19000点大关 创一年半最大单日涨幅 就连台股也同步受到 利多激励反转走扬 指数中场 神龙白尾上涨146点 收22431点站上季限关卡 台积电期货夜盘一度冲上千元 人民币对美元在暗价与离暗价 24日大涨于200个基本点 离暗一度升至7.0280元附近 双双创下于16个月新高 A大回答 中国经济衰退很久了 由于台商 外资企业撤出中国 使得中国的就业机会减少 加上之前习近平又对中国房地产 寄出房住不炒政策 中国的房产就这样修正了三成 四成 五成 六成 甚至还有更多的 因为中国的经济不好 很多靠中国的传产企业表现也是惨兮兮 例如塑化 钢铁 水泥等产业 如果不知道中国就是动作的人 应该会觉得奇怪 为什么塑化 钢铁及水泥类股狂涨 一部分是因为美国Fed降息 外资群连续大买台股 把资金汇进来台股中买股票 一开始先站上季限的台积电 大盘等 因为也涨很多了 就开始休息 接着就连发科 鸿海 广达站上季限 最近就换塑化 钢铁 水泥站上季限 本来因为资金行情而反弹的塑化 钢铁 水泥会很容易跌回去 但中国宣布要救经济 这就让塑化 钢铁 水泥燃起一丝的希望 中国的政府是有持续性的 现在进去买塑化 钢铁 水泥类股的人 比较多是偏压宝行为 这些类股的股价激起很低 所以开始进去赌的话 就算赌错了 你也不会受到什么重伤 以塑化 钢铁 水泥来说 中国要救经济 所以市场投资人 把人会期望这些类股 未来获利会回升 短时间也没有人敢说 这些类股获利不会改善 所以买进就会相对的安全 这就是塑化 钢铁 水泥等类股今天会大涨的原因 还有之前说中租在中国 什么很危险 一大堆烂账很多之类的 所以中租股价就修正了一大段 当中国要救经济 中租这几天就大涨了近30元 台肃今天上涨了6.78% 股价从44.2元反弹到53.4元 差不多就是净值左右 之前塑化是看不到未来的 所以股价就一直跌 跌破了净值53.58元 还一直跌 最近有中国就是题材 台肃股价就先占回了净值以上 南亚 台化 台塑化都是塑化族群的 涨幅大概都在6%左右 今天中刚也大涨了6.2% 台泥上涨的比较少 仅上涨了2.14% 台泥也是受到中国房市紧缩 所以本来说 今年在中国水泥业获利无望 现在中国要救经济及房市 对水泥及钢铁来说 就是多了一些想象空间 中国救经济 其实对鸿海来说也是好事一件 鸿海是做消费性产品的 中国如果经济转好的话 消费性产品的销量就会变好 所以对鸿海来说 理论上也是一个利多 不过鸿海股价已经占上了季线 一开始大部分的人会先去追塑化 钢铁 水泥等类骨 这类公司因为基齐低 所以本梦比较大 这时会有人说 塑化 钢铁 水泥类骨想要看到成效 那也要等一段时间 其实也不会等太久 当中国救经济消息一出 钢铁及水泥的报价一定是会上涨的 因为要救经济的话 扩大内部基础建设也是一类的方法 这样就能增加中国国内的就业机会 这一波Fed降息 美国的资金往全世界跑 之前中国一直分不到资金 现在中国提出了一些旧经济的方案 这时就会有一些外资及投资机构 去压保中国的股市 当资金进到中国股市 自然大部分的股票就会上涨 当中国大部分的股票大涨 股民就会觉得自己便有钱 就会开始舍得消费 当中国股民开始大局的消费 一些业者及企业就能赚更多的钱 获利越好就能请越多的人 所以才会说股市是经济的橱窗 股市只要表现得好 国内经济会变好的几率就会上升一些 加上中国又降准 降房贷利率 增加前进股市的工具 中国降息和台湾升准就是刚好相反的 台湾因为AI产业让台湾经济太好 央行为了要对抗通货膨胀 打击房价 所以就升准回收资金到银行 中国降准就是把钱放出去 降低房贷利率等于变相增加家庭 每个月能花的总额 这都是有助国内经济发展的 资金是很有趣的 之前中国经济不好 所以钱就一直往台湾房市冲 现在中国要救经济 台湾要打炒房 很有可能会有一部分炒房的资金 又回去中国股市及房地产 看一下今天成交量比较大的个股 很多都是ETF 因为投资人不会买中国的个股 所以就只能买ETF 而且都要买正二 这样才赚得比较快 投资人觉得中国要救经济这个利多 一定会反映在股市中 一开始是最好赚的 所以会很快速的直接买中国股票正二的ETF 例如原大户升300正二今天成交的34.51万张 涨幅9.37% 富邦恒生国企正二今天成交17.92万张 上涨5.94% 中信中国50正二今天成交15万张 涨幅12% 中信中国高股息今天成交11.61万张 上涨了2.16% 大家会发觉美债ETF成交量也是很大 例如国泰20年美债今天成交14万张 下跌0.21% 原大美债20年今年成交11.16万张 下跌0.22% 昨天美债值利率是没有上涨的 今天台湾的美债ETF之所以下跌 那是因为台币升值 之前我就和大家说过了 费降息两码 台湾升准不降息 所以台币一定是会变强 加上外资群会回补之前卖出的8155亿 在这么大量的资金涌进台股 台币自然会升值 一些买美债ETF的人 他们就觉得美债ETF已经跌很多了 但台股只要一直涨 外资群只要一直把资金汇进台湾 那台币就会升值 就算公债值利率不上涨 台股的美债ETF也会因为台币升值而下跌 现在对买美债的人 他们一直是在那怀疑人生的 觉得Fed明明要降息两码 结果美债ETF一直下跌 他们买了美债ETF 结果台股全部的股票 一直在那轮流的上涨 今天连最近弱道爆炸的塑化 钢铁 水泥都喷出大涨 买美债ETF的人 应该还有几个月很难受的日子要过 文章出自A大个人股市研究观察记录 红海操作片 快点快点快点 红海啥巴 红海啥巴 摇滚去了朋友们 拿中理人都请来 红海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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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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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